你知道吗 光白头努力是没用的 准备思维才是逆天改命的关键 以下几点开窍的标志 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越早想明白 越早开挂 尤其是最后点 能做到的都是狠人 看看你开窍了几分 第一点 别把自己当回事 在刚工作那会儿 有次在部门大会上 说错了一句话 斩软反错 一晚上没睡着 对我后来发现 同时压根不记得我说了啥 心大屌 再又不是活在聚光灯下 现实中没那么多观众 想穿什么就穿 想发朋友圈就发 偶尔出去有出错 笑一下就过去了 不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 不去琢磨已经发生了事儿 而内耗的时间 又会很很提升自己 女人的不幸就在于 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 用火包备 当她发觉受到 海市山路的欺骗时 有11万 年轻时认识几个厉害的人物 她容易被富贵迷人眼 过了30才明白 跟牛人吃一顿饭 并不会让你变成牛人 人和人关系的本质 其实是价值交换 想遇见贵人 先掂量掂量 自己几斤几两 问问自己 她凭什么帮我 我能给她什么 当你自己有足够的价值 贵人自然就出现了 这才是好风平坚力 送我上青云 将近有刺版家 一打开抽屉 全是鬼打枪颜色的口红 攒了几个月工资 买的大牌包 在衣柜里落灰 我才意识到 自己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现在我不会再为了 满足虚荣心 买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东西 任博主夸得天花乱坠 我也只买自己真正需要的 买金不买独 彩妆呢不一定非要大牌 但在自己经济能力范围内 护肤品我会尽量给自己买 最好最合适的 而且有时候 大牌护肤品价格 其实也可以很美丽 但我收妆台 几乎都是在中美日上买的 你相信的东西就越绝对 而一个人成熟的重要标志 是脑海中能同时存在 看似对立的观点 让我们并包容 能够接纳和自己相左的观点 用开放的形态看待世界 路才会越走越宽 而且比起言语上的反驳 直接行动都有力量不是吗 第五点 不执着于被爱 年少时有几个男生追自己 觉得特有妙 仿佛证明了自己漂亮有魅力 后来我才意识到 这种想法实际上是 把自己的价值 寄负在他人的目光里 当你把90%的情绪掌控权 都交给了别人 女人 你很危险 弗洛姆爱的艺术说了 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 积极主动的行为 是自主的标志 比起被爱 着用缺爱更能让自己封印 第六点 只筛选不改变 在去恋爱男朋友清醒的 第1786回 他转头又和渣男和好后 我明白了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中税的人 而且在意识到问题 和解决问题之间 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 放下诸人勤俭 尊重他人命运 如果一人老把你当情绪垃圾桶 能量学报 赶紧逃 最后一点 做自己不舒服的事 直到舒服为止 刚开始健身的时候 你只有一次的私教课 我都要偷懒耍赖 那件事一年后 哎 身体开始习惯了 觉得这是他熟悉的事 舒服的事 现在两天不运动都浑身难受 不要高估坚持两个月能做到的事 也不要低估坚持十个月能达到的结果 不管是阅读学习还是运动 做自己不舒服的事 直到舒服为止 你会看到质的变化 如果这些真相让你有些不适 说明你马上要走向开悟之波了 点赞收藏 每天一遍 直到意识变成行动 散会